在車子裡快速點餐取餐 入戶漢堡拿了就走 有得來素服務的麥當勞康寧店 沒想到卻吹熄燈好 貼出公告將在10月31號結束營業 林靜盛2023年底開幕的台北東湖餐廳 雖然兩家店相隔不到一公里 但康寧店開業20年了 是東湖一帶唯一一間得來素 突然說再見讓許多人好不捨 我住這邊已經20幾年了 那如果沒有其實蠻可惜的 那個要排隊啊 所以有的時候車要左轉 有的時候要直走 所以那個抗交的單位會影響到交通啊 不過由於得來素車輛排隊會佔用車道 使周邊交通塞車打結 也先請民眾兩派意見 而麥當勞回應協業原因是足約到期 東湖地區由於土地稀缺 目前沒有適合土地可提供得來素 餐廳空間也因此較受限 但其他地區會積極展電 而專家也分析 開得來素意味著要租更大的土地 成本也較高 得來素當然可以為店裡帶來相當可觀的營收 是在比較市中心的電型 它成本相對比較高的狀況之下 它有可能雖然帶來的營收 可是呢 獲利也會被這些成本給侵蝕掉 其實麥當勞在2023年 引進雙點扇系統 可讓兩部車同時在車道點餐 在面積適用下展店會以大全配為主 目前全台有180家 是配有得來素的餐廳 而肯德基全台車道點餐電型 共48家 未來會根據商圈投資適合電型 另外摩斯漢堡全台車道店共5家 會持續朝多元電型發展 業者進軍得來素 如何在高成本下獲利成為挑戰 貼隊的新聞程序力流聲 台北怎麼到